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六缸喷油证时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大多数配备OBDR的车辆,包括但不限于大众汽车、稻奇、拉姆、企亚、雪佛兰、GMC、捷豹、福特、吉普、克莱斯勒、日产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存储的代码P020F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已检测到发动机特定气缸的喷射证时电路中的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气缸是气缸6。 有关存储P020F的车辆的6号气缸的确切位置,请咨询可靠的车辆信息员。 根据我的经验,代码P020F仅存储在配备柴油发动机的车辆中。 当今的清洁燃烧,直接喷射,柴油发动机需要极高的燃油压力。 由于如此高的燃油压力,只有合格的人员才能尝试诊断或维修高压燃油系统。 当使用单元喷射器时,高压喷射泵由发动机正式链条驱动,并根据驱轴和突轮轴的位置进行计时。 每当发动机驱轴和突轮轴达到某个点时,高压喷射泵都会被脉冲化,导致极端的燃油压力,最高3万5千塞。 共轨直接喷射系统使用共轨高压燃油轨和每个气缸的独立螺线管定时。 在此类应用中,PCM或独立的柴油机喷射控制器用于控制喷射器证实。 突轮轴和或驱轴证实的变化警告PCM特定气缸喷射证实不一致,并提示存储的代码P020F。 某些车辆可能需要多次点火循环,如果存储此类代码失败,并且故障指示灯点亮。 相关的喷油证实代码包括一致12号气缸、P020A、P020B、P020C、P020D、P020F、P020F、P021A、P021B、P021C、P021D、P021E和P021F代码严重性和症状与高压燃油喷射系统有关的所有代码。 应该被认为是严厉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 P020F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失火、下垂或半导普遍缺乏发动机性能柴油气味明显燃油效率降低原因造成该P020F代码可能的原因包括,喷油电磁阀不良接线盒,或连接器开路或短路。 喷油器控制电路中有故障喷油器不良发动机证实组件故障曲轴或突轮轴位置传感器或电路故障诊断和维修程序。 我需要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来进行诊断代码P020F。 从目视检查高压燃油系统相关的组件和线数开始。 查找是否有燃油泄漏的迹象,以及是否损坏接线或连接器。 检查与车辆、症状和相关代码有关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找到了这样的TSB,它将为诊断此代码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现在,我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故障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 我想记下这些信息,因为随着诊断的进行,它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 接下来,我将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代码是否被重置。 如果存储了曲轴传感器核,或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代码,请在尝试诊断喷油气证实代码之前对其进行诊断和维修。 如果重新设置了代码,如果相关车辆配备了共轨喷射系统,则利用D1和车辆信息源来测试相关气缸的喷射器电磁阀。 在继续操作之前,应更换任何不符合制造商规格的组件。 修理,更换可疑零件后,清除在测试过程中可能存储的所有代码,然后试驾车辆,直到PCM进入就绪模式或重置该代码。 如果PCM确实进入就绪模式,则说明修复成功。 如果代码被重置您可以假设仍然有问题。 如果喷油器电磁阀在规格范围内,请拔下控制器的插头,然后使用D1测试系统电路的短路或断路。 根据车辆信息源中的引脚排列表,修理或更换不符合制造商规格的系统电路。 单元喷射器故障几乎总是归因于发动机证时组件故障或某种类型的高压燃油系统泄漏。 由于极端的燃油压力,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能诊断P020F。 在开始诊断之前,请确定车辆配备的高压燃油系统类型。